酒駕真的是害死人 害死人 我建议政府要针对这种酒駕 操视这种不定时炸弹 要把它严加撑出 不管政府再怎么宣导 酒駕事件仍然频传 且雷犯件数不降反升 近五年酒駕雷犯人数已达20.56% 雷犯违规件数更高达38.1% 将近四成 因此公路总局已着手 严理加强酒駕雷犯到晚讲习的震撼教育 公路总局表示 北区建立所将与板桥殡仪馆 台湾酒駕防治关怀协会合作 针对酒駕雷犯 严理三月推动到殡仪馆上神秘教育课程 除了将参访殡仪馆环境 考量不影响家属 将在管方协助下 远方观看大体冰柜 并将在礼仪厅上课 若管方可以配合 礼仪厅将评估仿真告别式现场打造灵堂 让酒駕雷犯在灵堂内上课 了解酒駕车祸对他人或自己的伤害 前后功继两小时 希望透过这些教育课程 让酒駕雷犯深刻感受到 酒駕对生命的伤害 以及对家庭破碎的影响 希望雷犯者不要再犯 根据规定 目前酒駕者出饭 强制到晚讲习课程为六小时 雷犯则是两天十二小时 公路总局表示 目前各监理所站针对酒駕讲习 大多与创世基金会合作 花莲监理站也与监狱合作 未来希望各监理所站 可以再强化生命教育 扩大与兵仪馆监狱合作 推动生命教育